通常有毛細孔的問題 這種油性肌啊 以你醫師的觀點 他們最常犯的一些保養錯誤有哪些啊 OK 就是因為油性肌膚嘛 所以你會不斷的釋放出油脂 然後你的角質代謝會異常 你就會有粉刺 然後你清潔不當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的清潔通常都做得很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為他覺得他很油 然後美容師嘛 經常或者貴姐嘛 他就說你因為很會出油 所以你就油水不平衡 你一定要保濕達到一個油水平衡 所以你要買這罐保濕乳液 再讓你的油脂下降 他認為保濕 就讓你的油脂分泌 抑制 然後這個是絕對是錯誤的 可是很多人真的都說 被扁言說我的就是清潔做得不夠 清潔做得不夠 那我到底要怎麼確認我清潔有做到啊 OK 其實大部分的人他們可能會 卸妝油 卸妝油 然後去角質 然後卸妝乳 然後卸完妝之後 他們臉上一定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點的油油的 這樣子就代表他不夠 如果你今天你是油性肌膚很會長 那個粉刺的話 你一定要再多加一次的 例如說去角質 果酸乳液 A醇 水洋酸 杏仁酸 這些東西 再讓角質 還有那些油脂的分泌量 再讓它下降 所以如果是油性肌膚的人 你可以徹底的清潔 然後做很多次手續 然後洗完之後摸起來是不油的 對 這個才 對 這樣才 所以我常說 如果你今天你是油性肌膚 你一定要洗完臉之後 你要用一個磨砂膏 如果你今天 budget再夠的話 你用洗臉肌再洗 現在醫生你是下猛藥 我覺得你的手段非常的驚人 我每天都是這樣洗 因為就是油性肌 就是得這樣 要不然你會真的就是因為清潔不當 然後就導致後面的一些 不斷的不當的東西一直累積 對 對 所以你皮膚會暗沉 你會長粉刺 對 它就是針對你的角質層 利用一些果酸啊 甘醇酸 這些檸檬酸 來做一個徹底的代謝 讓你的油脂也是能夠很 暢通無阻的分泌 這樣子粉刺痘痘 就比較不會來早上 好 今天真的是油痘肌的大困擾 就是說油痘肌最不應該做哪些事情 最不行做的 最不行做的就是 就是很加強很加強保濕 很加強保濕不行 很加強 因為OK 你很加強保濕 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會去買保濕乳液 然後保濕乳液又分油性 油有沒有加很多 對 你甚至會因為你覺得你的皮膚很乾 因為有一種病喔 有一種病叫乳腥蠻蟲症 大家會覺得這個叫做 這個是久焦性肌膚 它皮膚摸起來乾乾的 對 可是它卻是很油 對 我們先講乳型蠻蟲會怎麼樣 乳型蠻蟲它會咬你的皮膚 然後皮膚就會 就是臉上真的有那顆蟲 那幾顆蟲 有 上千萬隻蟲 放大鏡才看得到 對 顯微鏡像一下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可怕 然後它會去咬你的皮膚 然後皮膚它就會翹起來 然後所以你就覺得皮膚很乾 對 可是你卻非常非常的油 對 那桂姊就會跟你講說 你這保濕做不夠 你要把餃脂層黏回去啊 所以它就擦了乳霜 就把它壓回去 對 封住了 好 那乳型蠻蟲吃什麼 乳型蠻蟲吃油脂 然後你又給它油 它又越長越多 然後所以病人擦了之後 他就覺得它都沒有改善 它痘痘又冒 然後乳型蠻蟲又再更惡化 所以這個是保濕 我最害怕聽到病人保濕 我們都已經叫病人要去餃脂 要清潔 你還給它保濕 你自己是油性肌膚 你都會釋放已經過多的油脂 過多了 你還給它再保濕 它打開來啊 其實裡面是一個 就是粉紅色的透明凝凍狀 它經過了升級版的改造 它現在標榜可以保濕72個小時 如果你的皮膚很油又有很乾的困擾 或者是夏天啊 長時間待在冷氣房 其實兩頰這邊是真的很乾 所以其實你擦它真的非常好 另外啊就是水磁場的這個保濕 還有一個妙用 就是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拿來就是濕敷一下 厚敷一下 就是如果皮膚很乾 厚敷個五分鐘把它擦掉 或者是把它推掉 其實皮膚的保濕效果會很好 所以水磁場的這個凝凍 是夏天油性肌膚的萬靈膽 A唇換膚又是一個什麼回事的東西 換膚的意思就是角質代謝 對 所以你可以靠長期擦這一些 讓皮膚達到一個 exfoliation 這個就叫做換膚 那換膚有輕有重 對 那我喜歡重的 對 我知道醫生喜歡重口味 就是大大的破壞在建設這樣 對 因為以前我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很認真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跑去那個 比佛麗山莊去跟一個老醫生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老醫生 學這些東西 然後他一看到我就說 我皮膚科醫生耶 他就跟我講說 你的皮膚又暗 又有痘痘 毛孔又大 然後他就說 你回去擦這些 然後我一飛回來之後 我就 我就開始擦這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經歷過 我就知道說他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才開始一直 不斷的大力宣揚這件事情 那A唇到底在皮膚上 是經過什麼樣的作用 可以讓我們的毛細孔 感覺比較 好像比較細緻啊 就是他會 第一就是他可以讓表皮 代謝 然後他會生到皮膚裡面的 就是真皮層裡面 對 然後他會增加皮膚的保水度 所以這個其實很奇怪喔 你第一開始擦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讓你紅羊脫皮乾燥 可是大概要兩三個月之後 你皮膚才會有自然的保水度 跑出來 所以你剛開始是會很乾 很不舒服 然後之後皮膚會生水 對 是不是 因為它是造成一個皮膚的急性反應 所以我們只要有急性反應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就是會紅羊脫皮乾燥 這是正常的 這絕對是正常的 A唇啊其實在保養品上面啊 常常會被放在抗老的品項裡面 因為A唇 Retinol其實是可以幫你一些 平腐細紋啊 就是讓皺紋比較不明顯 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實A唇還可以細緻毛細孔 因為像我們這種油豆機啊 如果在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油很多 所以毛細孔就會變得比較大 那如果你用這一瓶化妝水來濕敷 濕敷完之後啊 毛細孔真的會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它裡面也是有很多A唇的成分 然後呢你的毛細孔變得比較小 而且皮膚會變得比較澎潤水感 所以自然毛細孔就變得比較細緻 這是這一瓶化妝水的另類功效 它裡面呢就不是單純只有茶樹精油 然後它的茶樹啊 有加力啊 舒緩的金鋁莓這些成分 然後甚至也 我記得還有一點點撥合 所以它用起來會有涼感 對 那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是 它非常非常適合什麼 你突然冒出的大顆的 紅種的會痛的痘痘 把它塗在那上面 你就會發現隔天它就消了 對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一擦完之後它隔天好像就是會是萎縮 就是一個收 把它的那個痘痘裡面的濃泡 全部都收出來的那種感覺 對 這一瓶呢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是呢 我們剛剛講的茶樹是一個很經典的成分對不對 另外一個經典的成分叫水洋酸 對很多青春痘的這個也會用到水洋酸 水洋酸它可以加入我們的新陳代謝 對 所以它會讓你的痘痘的那個時期呢 就是縮短 我們現在呢要來幫大家解決 黑斑跟痘疤到底要怎麼遮 其實黑斑跟痘疤它們的範圍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呢我們在選擇質地上面 我們可以選擇比較濃一點點的 像是遮瑕膏 那顏色上面呢 因為痘痘啊它是鋪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就選擇 比膚色深一點點的遮瑕膏 點在痘痘上面 然後痘痘旁邊的皮膚啊 我們就選擇比膚色再要淺一點點的遮瑕膏 放上去 這樣子就色彩學的原理來看呢 就是深色可以讓東西變得比較小 淺色可以讓東西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那個痘痘跟黑斑 它就會變得比較不明顯了 可是如果你的痘痘啊 就有一點點紅紅的在泛紅 那你可能還是要先選擇綠色的遮瑕膏 來做顏色的校正 它其實啊就是粉持久家族系列的人 如果喜歡化妝的人 一定知道他們家的那個持久型的粉底 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一支呢也可以針對夏天 容易出油出汗的人來使用 那我覺得這一支很厲害的地方啊 是它的質地非常非常的輕 就是是一種乳霜的質地 強項是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啊 加了很多高濃縮的植物萃取成分 還有一些植物果油 所以呢 淚溝或者是豆疤 這種凹陷型的瑕疵 我推薦你使用這一支 因為它還有高濃度的玻尿酸成分 可以幫你把那些紋路跟瑕疵填補起來喔 最後最後 如果你是長一些就是這在猛爆發的大爛痘 那拜託拜託就先不要遮瑕好了 讓皮膚休息一下 對你的皮膚比較好